2023年,男星新增商务代言TOP20 2023年落幕,艺人最终代言成绩单定格 纵观本年度艺人的代言情况 商家们对代言人的选择依然偏向于年轻的当红明星 流量换销量依然是大多数商家的主要代言策略 所以,从明星们本年度新增代言的数量和质量情况 我们大体上就能判断出,谁是当红炸子鸡了 当然,代言是双向选择,品牌们在挑选明星 明星们也会挑选品牌 因为对于明星们来说,代言不仅是快速积累财富的方式 也关乎明星的信誉和长远发展问题 如果代言的产品质量堪忧或者出现舆论问题 对于明星来说也将是一场灾难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明明差不多热度的明星 有些代言虽多,但来者不拒,参差不齐 而有些代言虽少,但各个大牌贵在精品 还有一些明星是真的火 代言的产品则是数量质量齐飞 所以,网友们即使是支持偶像 还得要看品牌质量和按需购买呀 好了,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明星们2023年度的代言情况吧 数据收集于网络 Top 20 魏大勋 本年度,魏大勋新增五个商务 其中有一些短期商务到期 目前在约商务总数是四 暑期荡一部我的人间烟火 虽然让男女主陷入争议漩涡 却让在剧中有出色表现的男配魏大勋 创下事业高光 仅8月一个月就拿下了三个不错的商务 大勋花真是用演技做到了老来飞生啊 Top 19 罗云熙 罗云熙一共新增五个商务代言 而且全是品牌代言人 加上之前的商务,总数则是六个 今年4月长月金明火爆 令人意外的是 罗云熙在聚播后的第二季度 却一直未收到新的品牌方地来橄榄枝 反而是在下半年收获好几个不错的代言 罗云熙无论是粉丝基础和口碑都不错 但是商务资源却似乎一直和她的实际并不匹配 小文分析 要么是她的经纪公司 商务竞争的力道不够 要么是罗云熙团队对商务代言 有着比较高的要求 宁缺无滥 这一点从她新增商务中 全是代言人TITLE也能看出一二 Top 18 李线 本年度 李线一共更新了六个商务代言 包括五个新增代言和一个升级代言 那总数也达到了12个之多 而且几乎全是代言人或全球代言人的顶级TITLE 不得不说 李线从2019年爆火到现在的五年时间 她每一年的商务代言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Top状态 而今年年初 李线再次交出新代表作去有风的地方 同样是有效波剧代飞商业价值 12月接连解锁三个新代言 高端与大众品牌兼有 4月又成为某高奢品牌代言人和某珠宝品牌大使 虽然在下半年 新人入局搅动了代言市场 老牌顶流们的新增量都陷入了疲软 李线也只收获一个代言 但是这个代言也获得当周升量榜第一的好成绩 Top 17 白静庭 本年度 白静庭一共更新了7个商务代言 其中包括6个新增和一个升级 总数也达到了12个之多 自从2022年年初 白静庭的开端火热出圈后 白静庭就一直有着稳定的作品输出 特别是今年暑期档的长分度 他和宋益的真CP也着实吸了一波热度 他的商务则是一直稳步向上 目前都处于内娱男星中的头部队列 Top 16 刺杀 本年度刺杀新增7个商务 包括一个品牌代言人和6个品牌之友 再约商务总数则为6 暑期档的风神质子团全员上桌 除了于是 目前商务最好的应该就是刺杀了 电影播出期的短短两个月 就解锁了5个新商务 虽然title都不高 但却是由无道多的大突破 Top 15 陈哲远 本年度陈哲远新增7个商务 包括4个品牌代言人和3个品牌大使 目前再约商务总数为6 他今年也播出了两部电视剧 特别是偷偷藏不住 热度话题度都不错 该剧播出期间 陈哲远就新增了两个商务 Top 14 王一博 本年度王一博新增7个商务代言 总数则是高达23个 除了两个高车是品牌大使外 其余都是全球代言人或者代言人的title 虽然王一博今年新增商务数量并不突出 但多年来积累的代言基数和带货能力 他续签的商务也不少 而且相比较前几年动辄30-40个代言 本年度23个商务 的确也是有所下降 但数量上依旧笑江湖排名第一 Top 13 增顺息 本年度曾顺息新增7个商务 升级一个商务 总数则是6个 今年曾顺息播出了两部剧 步步都是有效播剧 特别是他自己担当主演的甜更季 播出后的短短一个月内 他就新增了4个代言 再一次验证了好的剧集 对演员商务的巨大提升作用 Top 12 龚俊 本年度龚俊则是更新了8个商务代言 包括7个新增和一个升级 总数则是高达15个 除了两个奢牌是品牌大使外 其余都是全球代言人或者代言人的title 由于暑期档的新人入局 外加他今年播出的两部新剧热度 均未达预期 龚俊今年的新增代言 大多数都集中在上半年 总数上 比起22年的20多个代言 也是减少很多 不过依旧处于头部队列 Top 11 杨阳 本年度杨阳则是更新了8个商务代言 包括7个新增和一个升级 总数则是高达19个 除了两个奢牌是品牌大使外 其余都是全球代言人或者代言人的title 和龚俊一样 杨阳今年的新增代言 也都是集中在上半年 这应该也是受我的人间烟火影响 总数上 比起22年的20多个代言也是有所减少 但顶流这么多年 庞大的商务基础和不错的带货能力 依然让他手握各种优质商务 稳坐Top队列 Top 10 成磊 本年度成磊新增8个商务 包括一个品牌代言人 三个品牌大使和四个品牌之友 总数也是8个 9月云之雨把公门兄弟田家瑞 成磊送入主流事业 特别是哥哥成磊 不仅一举晋升为新剧的男主 而且商务资源也实现了飞升 Top 9 徐凯 本年度徐凯新增8个商务 包括5个品牌代言人和3个品牌大使 总计11个 从18年沿洗攻略爆火至今 他每年都有2到3部剧集稳定输出 虽然口碑热度各异 但徐凯的商务一直都不错 每年都能保持在10个左右 也是很厉害的存在了 Top 8 范诚诚 本年度范诚诚新增9个商务 总数高达16个 而且全是全球代言人或代言人的顶级title 其中还包括两个高奢代言 数量上力压抑杨千玺等 一众同年龄段小生 在00后中居然排名第一 范诚诚算是小文这段时间年终盘点中 最惊讶的一位艺人了 他的各项商务影视数据居然已经是内于Top级的存在 看来我得要更新一下信息库了 Top 7 肖战 本年度肖战则是解锁了11个商务代言 包括6个新增和5个升级 总计23个 都是全球代言人或代言人的顶级title 并且无一例外 都是全球大牌或国民品牌 其中还包括四大高奢和美妆界的三大顶级品牌 是公认的内于代言界天花板 虽然23个代言总数 比起上一年的30多个也是有所下降 但其带货能力和品牌传播声量依旧保持着断层领先 Top 6 渔市 本年度渔市新增11个商务 包括三个品牌代言人 五个品牌大使 还有四个品牌之友 其中有一些短期商务 所以目前在约商务是八个 风神盘活了内与偶像产业中缺席的黑皮体育系男星 尤其于是代言势头很猛 光一个八月就解锁了四个高端商务 之后的几个月也是各种商务时尚活动不断 算是今年新人里资源最好的一位了 Top 5 成益 本年度成益更新了12个商务 包括七个新增和五个升级 目前上升商务总数为11个 比起2022年只有三个商务上升 今年的成益则是在热度和商务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可见暑期档播出的莲花楼为它的加持有多大 Top 4 张灵鹤 本年度张灵鹤新增13个商务 包括八个代言人 三个品牌大使 两个品牌之友 总数已经高达17个 不得不说 张灵鹤不仅影视资源不错 商务资源也好到报 虽然他今年播出了三部剧 但从数据上来看 他的大多数商务都是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上半年官宣的 应该还是得益于苍蓝爵 而且他去年有三部大热带播剧 一直是业内看好的代报选手 这应该也是商家们看好他的原因之一了 但从今年播出的情况来看 就看宁安如梦 是否对他接下来的商务产生影响了 Top 3 王鹤帝 本年度王鹤帝更新了14个商务 包括10个新增和4个升级 总数也达到了18个之多 而且除了一个高奢品牌是大使身份外 其余均为代言人或全球代言人的顶级title 和上面的张灵鹤一样 2022年暑期档的一部苍蓝爵 更是帮王鹤帝打开事业进阶通道 广告代言接踵而至 重点是 在经历了22年下半年的代言紧喷漆 23年他的新增代言也是丝毫不减 甚至在暑期档那么多新人入局搅动下 他居然在9月还新增了4个代言 热度依然强劲啊 Top 2 吴磊 本年度吴磊更新了14个商务 包括11个新增和3个升级 总数达到了21个之多 而且除了一个相分品牌是大使身份外 其余均为代言人或全球代言人的title 和王鹤帝一样也是一部长尾剧 让吴磊从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商业价值飞升 更是延续到2023年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相比较很多顶流 吴磊的粉丝虽然并不是最多 热度也不是最高 但是童星出道的他 却拥有最广泛的知名度和路人员 而且他运动健康的个人形象 比如今年大出圈的骑行vlog 也都是获得众多品牌方青睐的原因之一了 Top 1 谭剑次 本年度谭剑次更新了15个商务 包括14个新增和一个升级 总数也达到了14个 光是一个Q3就解锁了8个新代言 其实和今年出圈的很多新人相比 谭剑次并不属于突然爆火的新人 而是去年就已经通过劣罪图鉴小伙出圈了 谭剑次 能力压重长乡私男团和风神质子团 成为新增代言最多的男星 可见现在的品牌方还是更喜欢这种能演能唱能跳 业务能力优秀的全能艺人啊 如果一直扒不出什么黑料的话 预计2024年 他的商务代言也不会少 这不 新年刚过就又官宣了一个新代言 那我们就不计入2023年的代言总数了 另外 而像易阳千玺 王俊台 朱一龙 张若云 任嘉伦等传统代言大户 则似乎已经退出了流量之争 今年的新增并不多 但他们有着多年的商务积累 无论是代言总数还是代言质量 都是这些新人演员们所不能比拟的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数据收集于网络 可能会有所披露 欢迎评论区留言指正 这里是WhenTop10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